王灵意外得到的镊空丹 竟然牵扯到了九阶心域的纷争 若是那些隐士的老怪知晓此事 必会对王灵发起无休止的追杀 书阶上回 当王灵将五毒门的老妇人击杀之后 他无比谨慎地向着山谷深处走去 想要看看五毒门在此布下的骷髅法阵 究竟是要困杀何物 伴随着王灵不断深入 他首先看到了一具全身溃烂 面目全非的尸海 王灵皱着眉头向前走去 很快就来到了山谷最中心的位置 这里盘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在其周围还有四具毒发而亡的尸体 中年男子察觉到王灵出现后 他虚弱地说道 多谢阁下救命之恩 王灵一眼就能看出 对方拥有静念后期的修为 但却深重剧毒 没心处有一条黑线在侵蚀其原神 显然此人已经到了冰死之际 紧接着中年男子又说道 想必道友来此事为了预检何丹方 虽然不知道有事何宗门 但对于这两样东西应该是势在必得 这两样东西可以给你 只求道友让在下死得痛快 莫要继续被这剧毒所折磨 不过我毒发之下无法运转体内的原力 需要你借我一丝原力打开储物空间 可悲可叹 我为了身外之物落得如此下场 更是连累了这些弟子 周围四位弟子都是为了保护我 中了五毒门老婆子的剧毒而亡 王灵神色淡然 始终没有多说一句话 只是抬手将一股原力输送到了对方体内 可突然间中年男子露出猙獰之色 一股毁灭性的气息从其体内爆发出来 王灵早已料到会如此 直接掏出铁剑披落下去 让其瞬间形神俱灭 中年男子死前的诡计并不高明 对于知晓欲检单方的人来说 的确很有诱惑 可王灵对于一切都不知道 不过他能看出那四具尸体 是故意摆放在周围的 并且中年男子之前所说的原力尽失 也绝对是在撒谎 所以王灵断定对方有所图谋 在为其输送元气时 就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不过让王灵好奇的 是那玉剑和单方 究竟有多重要才会引起 静灭修士的生死之斗 紧接着王灵强行 破开对方的储物空间 从中找到了一枚玉剑 以及一块兽骨碎片 王灵探出神石一扫 瞬间露出震惊之色 那玉剑是属于八阶破天宗的 而兽骨碎片便是一份 镊空单的单方 根据单方妹的描述 服下此单 有一成把握规则化本源 成为我被修到第三步 有五成把握度过天人一次衰竭 还有八成的把握进入神之使径 到了王灵这种境界 自然是明白空与孽 所代表着什么寓意 故此这枚单方的价值无法估量 足以引起一场修真戒的浩劫 最终王灵无比谨慎地 将自己在山谷内留下的 一切痕迹清理干净 并带走了中年男子的尸骸 毕竟五毒门老妇人的元神 已经被他擒住 只要不杀死此人 那么所有人都会以为是老妇人 娶了单方后遇要独吞 躲藏了起来 在做好了万全之策后 王灵找到元侯 并将其收入储物空间 便飞速离开了这片蛮荒大陆 一直到此刻 王灵的心脏仍然在怦怦狂跳 感觉在这蛮荒大陆上 发生的一切极为不真实 他知道若是丹药的消息泄露出去 必会在云海星域遭到无休止的追杀 尤其是那些长久闭关 进入到了天人衰竭之中的老怪 这单方可以让他们不顾一切去进行拼杀 其实在云海星域有一则亡灵不知道的传说 那就是在18000年前 八阶宗门破天宗已经具备了搬迁 进入九阶星域的资格 可他们在临近搬迁时 发现了一处空间裂缝 其中充满了各种静止与凶险 破天宗集结了大批强者进入其中 这次行动不知损失了多少长老与弟子 最终才在裂缝深处发现了一具尸骸 尸骸旁边有一粒丹药 一把残剑以及一块兽 他们在将其带出裂缝后 发现这三样物品太过逆天 甚至足以让破天宗成为云海星域的第一门派 压过那至高无上的九阶神宗 可惜的是破天宗出现了叛徒 将消息泄露了出去 还没等破天宗研究透彻三样物品 九阶星域便直接出手干预此事 让破天宗出现了分裂 破天宗绝大部分成员不愿意 为这三样物品得罪九阶星域 他们拿着丹药以及残剑 换取了继续进入九阶星域的资格 但也有少部分破天宗修士 拿着兽谷丹方与九阶星域展开厮杀 可最终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而那份丹方也是从此不知去向 然而直至一万八千年后 六阶宗派华清宗偶然间获得了一丝线索 他们立刻派出宗门长老前去寻找 可没想到却被亡灵作收渔翁之力 至于亡灵在回到归原宗后 还没开始研究丹方 他便沉入地底 直奔本尊所在之处 因为亡灵已经察觉到 古神本尊即将开始杜劫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